这一天是唐武德九年 皇帝六月初四 天还没有大亮 宫廷乐队演奏的乐曲声 荡漾在尚未被晒热的太叶池上 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 这一年正好六十岁 曼妙的音乐掩盖不住皇帝脸上的忧愁之色 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 早已不是朝野间的秘密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更是将这对皇族兄弟推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 身为当朝天子 李渊不能再继续容忍自己的儿子 在天下人面前为了未来的皇位名争暗斗 作为一位父亲 他更害怕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些手足相残的悲剧 有一天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已经当了八年皇帝的李渊 决心要在这个早晨和自己的儿子们摊一次牌 我将御师宫残见陛下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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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何人作乱呢 太子与秦王作乱 已被秦王下令出场 秦王怕陛下受惊 他派属下前来保护陛下 自己的一个儿子杀了另外两个儿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此发生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种种恩怨 在这个血腥的早晨 以一种最野蛮的方式做出了了结 这是大唐皇帝李渊 一生中最不愿听到的一个消息 悔恨与惊恐混杂在一起 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他想说的话还有很多 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任何积变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突然爆发 这一天早上所发生的一切 其实早已酝酿多时 一切还得从九年前说起 我说到九年前说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117年5月初的一天深夜 一场秘密会议正在悄然进行中 会议的主持者李渊 这一年51岁 这位日后将以唐高祖之名 被载入史册的中年人 此时的身份 还是大隋王朝山西太原留守 李渊所主持的这次会议 将决定他的家族 以及华夏大地 未来三百年的命运 隋朝末年 阳帝无道 天下大乱 四方群雄并起 隋王朝的衰败 已是定局 七岁就继承父业 当上唐国公的李渊 走到了自己人生 最关键的一个十字路口 是死守陈杰 誓死维护大隋设计 还是顺应天下大事 起兵返随 刚果知天命之年的李渊 必须做出抉择 在这次会议上 李渊18岁的儿子李世民 成为了立足起兵的 头号倡议者 像刚说都讲 这个新阳警警主要是 李世民在这操作 李世民怎么操作的呢 李世民他主要是跟一个 叫刘文静的一个人 在操作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比方说去跟那个裴继 就是他爸爸的好哥们 当时的季阳攻坚 让刘文静他去赌钱 赌钱赌输了 再劝说裴继 让裴继再去劝李渊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呢 做得更损 说让裴继给李渊 提供了好多美女 其实这些美女呢 都是金阳攻的宫女 本来应该是 给隋杨帝准备的 那你李渊 这个就是犯了欺君大罪了 逼他起兵 这样几件事呢 凑到一块就给人一种印象 说李世民才是操盘手 李渊呢 是在儿子的这个逼迫之下 不得不起兵的 新旧唐叔对李渊性格的评价是 任性真帅 宽人荣重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指的任性 意思是听凭秉性形式 率真而不作作 当时聚集在太原附近的 各方豪杰都认为 李渊由霸王之道 称他为命士之才 与波乱之王 但奇怪的是 同样是根据新旧唐叔的记载 苏有大志的李渊 在决定起兵返随的最后关头 却表现得优柔寡断 无所作为 公元617年5月的那天深夜 任性真帅的李渊 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跟他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 李渊虽然这个时候 已经是三品高官 又是一等爵 但是实际上他早年 有很多的不幸之事 比如说他很早 他母亲就去世了 那就是几岁以前就去世了 至少他父亲 在他七岁的时候也去世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七岁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彻底的孤儿 因为他姨是独孤皇后 所以他也经常被他姨接到宫里面去生活 他跟隋阳帝 从小在一块玩的 双方关系很亲密 隋阳帝比李渊小两岁 身为隋阳帝的童年玩伴与表兄弟 李渊在最后关头陷入了纠结 一方面童年记忆中 那些共同的成长经历 使得自幼就渴望亲情的李渊 很难对自己的亲表弟落井下石 但另一方面 隋王朝的衰亡 已是大煞将亲不可挽回 无论谁将继承大统 都只是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 早在李渊当上太原留守之前 起兵反随的念头 就已经在他的心中悄悄酝酿 只不过有很多事情 其实并不需要李渊亲自出马 我们在历史上一直看到李世民在上台下跳 结交这个人 结交那个人 给这个赔记花钱 给这些亲犯都花钱 钱哪来的 李世民当时是一个18岁的少年 他的钱只有一个来路 就是他爸爸那儿 他爸爸给他钱 让他去结交四方英雄 所以为什么说李渊深谋远虑 老谋深算 他自己方便不方便出马 绝不方便出马 让他们在外面替他活动 最后形成一股势力 他在这个势力充分成熟的情况下 再去领兵打仗 吾尔成有此目 事已至此 当父奈何 正许从之而 这一年的5月15日 李渊社稷杀掉了隋杨帝 派来监视自己的密探 向着图谋天下的最终目标 迈出了第一步 但此时的李渊 仍然没有立刻宣布起兵 因为按照隋带法制 官员外放做官 是不能带家属一同前往的 身为山西最高军政长官的李渊 他的家眷泽民 大多仍在河东老家 而此时的河东地区 仍在隋朝有效控制范围之内 对于素来重视亲情的李渊而言 如何尽快地将家人安全转移至近阳 成了他起兵反随的先决条件之一 李渊十年二十八岁的敌长子李建成 成为了这次千里大逃亡的总指挥 作为敌长子 李建成在父亲外出做官的这段时间里 其实一直在河东老家 带行着家长之子 在李渊准备起兵的前夕 李建成带领着全家老小千里迢迢 秘密转移到了近阳 一路上历经艰险 李建成的一个弟弟就因故死在了路上 公元617年6月 李渊在近阳宣布起兵 从此探起了李家父子 统一天下的王者之路 从流传上来的史料上来看 在这段征途的开始阶段 李建成与李世宁 这对年纪相差十岁的亲兄弟 彼此的关系与配合 似乎还算默契 其实开始起敌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非常情意相投 而且很多政治立场是非常一致的 作为父亲的左访 以左臂出发 出发当时经过几次大战 军队不能派两个领导 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军队就讲的一元化指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起来一定是 李建成是指挥的 李世民也参与了 也去了 也算是领导人之一 可能是这样 但是真正的指挥一定是李建成 李建成是长子 李元的长子 李世民的哥哥 年纪很大 所以他实际上一直充当着 这样的一种颜色 就是在他父亲不在的时候 他是事实上的家长 晋阳起兵后的第二年 起公元618年 李元在长安正式登基称帝 建国号为唐 改元武德 曾经长期待兴家长之责的 嫡长子李建成 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太子 但李元父子此时建立的这个政权 还远非日后威震海内的大唐王朝 隋朝灭亡后留给后世的是一个 四分五裂 群群割据的烂摊子 此时的李唐政权 只是众多割据势力中的一员 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威胁 除此之外 随着李元的黄袍加深 一些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 也开始在这个新生政权的内部 悄悄滋掌 李元称帝后的第二年 以起突如其来的朝廷大案 成了这种危险变化的第一个爆发点 这就是唐代初年著名的刘文静事件 刘文静跟陪记发生矛盾 这两个人都是太原起兵时候的 重要功臣 核心成员 但是后来在唐朝建立以后 李元更欣赏 更信任 陪记 所以刘文静的官就没有陪记做得大 陪记是宰相 所以他跟陪记有冲突 有意见 所以在这个619年的大概是夏天 发生了刘文静案件 就是刘文静在家里喝酒 就是在家里面骂陪记 然后他甚至拔刀击柱 把刀拔就在家里面乱砍 然后说我一定要早晚杀掉这个老家伙 杀掉陪记 只有这话就被他的一个小妾给听见了 他就把它当作重要证据 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哥哥 然后让他哥哥赶快到朝廷里面去报告 说刘文静要谋反 要杀宰相 你看这事不严重了吗 事发之后 作为刘文静的老上次 李世民向李渊求情 希望能看在刘文静辅佐起兵的功劳上 对他网开一面 值得玩味的是 史料中并没有记载太子李建成 对此事的意见 皇上也一定会跟太子商量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不对 这太元启动的功臣 你现在说他谋反 这会影响很大的 那最终的结果呢 是皇帝杀掉了刘文静 这杀了那肯定是 你看皇帝是同意杀才能杀 对不对 那裴记是支持的 李世民是反对的 太子什么态度 没看见 没看见记录 但是我现在估计 说不定是支持的 自当上太子后 李建成开始更多地留守长安 协助父皇处理政务 而比他年幼十岁的李世民 却频繁带兵 在外征战 这对亲兄弟的政治轨迹 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分化 只不过此时此刻 还没有人会想到 这种分化 最终会把兄弟二人引向何方 裴记作为宰相 坐镇朝廷 辅佐皇 帮助皇帝 一起治理天下 而刘文静呢 在唐朝刚建立的这个时期 主要的工作 是跟着李世民一起出兵打仗 那太子呢 太子也是在朝廷 这样的话呢 这五个人 其实可以分成两拨 是吧 皇帝 宰相 太子 他们是坐镇长安 总管全面工作的 而李世民和刘文静 领兵出征 主持军事工作 那这个事件 最后杀掉了刘文静 实际上是对 拥有战功的人 带来了普遍的不平衡 那就是所有的这种 这种类型的功臣 都会觉得不公平 那这种类型的功臣中 李世民是代表 刘文静事件 最终以刘文静的人头落地 而画上了句号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李渊做此决定的 确切理由与动机 刘文静被处决后 李世民久久不能释怀 表现得十分悲痛 实际上我觉得 杀刘文静是一种 杀鸡害猴的那种态势 就是告诉李世民 你功劳再大 你也是我的手下 是我的儿子 你不能够 这个 以示你这个功劳 来挑战我的成人 实际上李世民 当时是一个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那是热血青年 可能也是最 富有感情的时候 你这样忽然把他身边 他最得意的 这么一个又是谋士 又是将领 这样的给杀掉了 而且目的就是要警告他 实际上我想 他塑造李世民 后来的冷气 就是对于他爸爸的 一些冷气 和对于权力的 更加大的渴望 就是什么样 才能让我不被杀掉 只有我实力更强 我才能不被杀掉 随着刘文静之死 创建还不到两年的 大唐王朝内部 开始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裂痕的两边 一边是代表武将集团的 李世民 另一边则是代表 文官集团的李建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道裂痕将在无声中 被慢慢扩大 以至最终 一发而不可收拾 唐武德七年 公元624年的初夏 唐高祖李渊 带着宠妃和亲近大臣 在玉华山避暑 将军国大事 交给太子李建成处理 即所谓的太子监国 对于来日 准备继承皇位的太子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 难得的实习机会 正当李渊 在玉华山袭袭的凉风中 享受着温香软玉之时 突然有人上山报信 来者带来了一个 可怕的消息 来者带来的消息是 太子与庆州都督杨文干 密谋造反 正在给准备叛乱的军队 运送甲州 送铠甲这个事合不合理 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合理的 就是按照唐朝的法令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这是皇帝 才可以决定一些 武器的运输 军力的调动等等 太子监国期间 有皇帝在他 应该请示皇帝在做 船 再向裴继 即刻觐见 新唐书对杨文干事件的记载是这样的 太子李建成极恨秦王李世民 因而决定铤而走险 武德七年六月 他趁李渊带着李世民去仁治公避书 勾结自己的死党 庆州都督杨文干 让杨文干为自己招募兵勇 阴谋发动政变 负责送盔甲给阳文干的李建成属下 在极端的恐惧中 上山向李渊告命 李渊得知后大怒 找李建成觐见 阴谋败露的李建成 只得认错 父皇 父皇 就算是只身来到父皇面前谢罪 谢的是什么罪 其实谢的就是私下结交军将的罪 而且谢罪的态度特别诚恳 诚恳到什么程度 他磕头 但是他不是我们一般的安安稳稳 跪在地下磕头 而是扑倒在地 然后拿那个头撞地板 所以汤仁史书记载的是 他差点就把自己给撞死 everywhere 父皇 父皇 儿臣虽有私欲甲咒之罪 但事无谋犯之心啊 逆子 你让朕好生失望啊 身为太子竟然谋反 你好糊涂啊 父皇 儿臣知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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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杨文干在见过皇帝使者后 居然真的开始起兵叛乱 一下子就把李建成谋反的罪名给落实了 李渊随即开始着手平息叛乱 他下令由秦王李世民负责具体评判任务 并且特别强调要李世民亲自带兵出阵 儿臣 拜见父皇 起来吧 谢父皇 朕欲派你以前去讨伐逆贼 如何 父皇 杨文干之外 杨文干之为敢为狂义 其属下本该将其就地擒之 若非如此 怕一将领讨之即可 无需儿臣出马 不可 杨文干之事 太子难脱干系 恐硬之者作 由你亲自挂帅出征 何愁平叛无功 若得胜归来 立你为太子 他跟李世民做了一个许诺 说你去平定杨文干 你去平定完杨文干 我把太子给你做 把太子给你做 而且还考虑了后事 就是把太子给你做之后 李建成去怎么办 朕不是随文帝 做不出自主其子的事 当封建成为蜀王 他日狗能事 辱义全职 不能事辱 辱妻之义耳 儿臣 领旨 李世民惆怅满志地出发了 平定判断的过程出乎意外地顺利 杨文干很快就被自己的部将杀死 仅仅四天时间 李世民就把这起莫名其妙的判断 彻底平息 然而当性冲冲的李世民班师回朝之后 宫廷内外却一切如故 仿佛什么事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李世民依旧只是秦王 而太子依旧是李建成 刚让人不解的是 李渊不但没有兑现自己改立太子的承诺 也没有对太子李建成有什么进一步的惩罚 反倒是下令流放了一批皇子府中的谋士门客 这其中除了太子府的人之外 居然还包括评判有功的李世民手下重要谋士杜燕 长久以来李渊对杨文干事件这一看似荒唐的处理方法 一直是他昏溃无能的重要论据之一 事情荒唐到了一定程度 难免会令人产生疑问 这个事情扑朔迷离就在这 如果我们从现有的记载来看 错错在哪 一定是错在李建成 你首先你送盔甲是错的 另外你的亲信在造反 那就是更加错 错上加错 为什么后来李渊又各打五十大板 而且就没有兑现他在之中给李世民的承诺 当然从史料记载来说 好像是李渊是耳根的转案 本来答应了 然后经过嫔妃的这个说 他最后又放弃了 还是没有让李世民当太子 但是这个肯定不完全是事实 细究之下可以发现 正史中关于杨文干事件的记载 其实疑点重重 首先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 似乎是早有预谋之事 既然如此 当谋反计划已经败露之际 正在长安手握监国之权的李建成 为什么还会奉命前来觐见李渊呢 这难道不是自投罗网吗 既然杨文干都有与死网破的决心与胆量 那贵为太子的李建成为何就甘愿束手就擒呢 其次李建成私运盔甲之罪即便属实 但作为东宫太子出于笼络人心 与争夺人才的目的送给大将几副盔甲 此事虽在法礼之外却也在情礼之中 也就是说私运盔甲与起兵谋反之间 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最后作为王朝合法皇位继承人 已经身为太子的李建成 却毫无由头地试图兵变夺权 这其中难道就没有什么原因吗 《新唐书》李建成传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当时他为什么要动手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就说因为秦王啊 他到处是贿赂的一个嫔妃 那我不能坐受其货 所以呢安危之际绝在今日 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就从这句话看呢 他是他的反而受害者 他不能坐受其货 所以他要安危之际绝在今日 可是自主中间在取这句话的时候 把前段话上了 只是说李建成说 安危之际绝在今日 这句就很奇怪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是比较 还是不太清楚 我觉得不清楚 最主要是他模仿干嘛 他是要针对着李世民 还是针对谁 还是要干嘛 他是没有道理的 假如李建成 其实根本没有谋反的打算 那么在杨文干事件中 他所面临的真实境遇 有可能是怎样的呢 他在哪里 跟杨文干事件中 南海的杨文的杨文 一路 明天 尽数 哪里 都没有准备 曾回宫 殿下 莫非 圣上已知晓此事 如果真是他 跟杨文干勾结要叛乱 这就真有他的事的话 他是不敢去见女人 这可如何是好事 圣上已知晓此事 圣上是怎么知道的 也罢 父皇既然召见 赴京请罪便是 太子 太子不可 太子怎么能 尽要关头 李建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可想而知 如果他真的借其反叛起来 建立才仅仅六年的大唐王朝 会变成什么样 刚刚统一的华夏大地 必然会再次陷入分裂 与战火之中 但赴京请罪的李建成 却因此而将自己 抛入了一个危险的漩涡之中 因为有一件事 他是无论如何 也没法解释清楚的 传圣上口谕 圣上问你知罪否 尔臣虽有私运甲州之罪 但实无谋反之心 圣上再问你 既无谋反之心 杨文干如今为何起兵造反 什么 杨文干反了 尔臣不知 一直以来 杨文干的起兵造反 非常令人不解 他作为东宫曾经的护卫 对李建成一直忠心不二 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做出指太子于死地的行为呢 这个朝廷派原影去了解 杨文干的事 看到那儿去看看虚实 就到那儿 杨文干果然就模反了 就起兵了 他起兵明显的是对太子不利 他不该起兵 只要起兵 那就是成了太子的事情 那可是他为什么又要起兵呢 这跟宇文影的这个状态 应该有关系 就是他到了杨文干的说了什么话 宇文影当时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 在流传上来的历史资料中 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这一内容 而宇文影的最终结局也同样悬念从生 杨文干起兵后 作为皇帝使者的宇文影 却留在了叛军之中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被强行扣留 还是自愿留下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 宇文影在杨文干兵败之后 最终被李渊下令处死 但在资质通鉴里 处死宇文影的却变成了李世民 宇文影与杨文干的那番对话 也从此成为永远的秘密 史书没记载 那一定是他说了一些话 激起了杨文干的叛乱 那大概就是 会说什么样的话 会激起杨文干的叛乱呢 我想杨文干和李建成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他曾经在东宫干过 他要效忠东宫的嘛 那你去带个话 让杨文干来把这个李建成救出来 那他去到那去说了 就说了这些话 那杨文干听了以后 就是起兵了 他起兵的目的并不是要谋反 在流传下来的所有史料中 关于宇文影的记载 只有寥寥数语 我们甚至无从得知他的出生年代 就是这样一个在史观笔下 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却有可能是杨文干起兵的 直接推动者 在他的身后 是否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呢 在新唐书 《关于杨文干事件》的记载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宇文影者与元吉后善 《顾欲文干谋》 从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来看 宇文影似乎与李元吉关系密切 指使宇文影怂恿杨文干起兵的 其实是时任齐王的李元吉 这史书上也是有记载的 就是要加强李元吉的罪行 所以说李元吉有自己的计划 他就漂泊这俩兄弟俩的关系 最好让太子杀掉秦王 杀掉秦王以后 他再去杀掉太子 然后他就文朝圣券了 这是他的计划 史书也是这么写的 《字冲建案》什么 都有这个写法 但是这个也很有可能 是后来的一种写法 就是因为这涉及到 一个一连串的动机问题 齐王李元吉 是李元三个嫡子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由于脾气暴躁 自幼并不太得李元的宠爱 长期以来 李元吉一直都是太子李建成 政治上的同盟者 很难想象 这位不受父皇喜爱的皇子 会在李世民尚未被除掉的情况下 贸然陷害自己 最大的政治靠山李建成 因为以李元吉当时的政治实力 他显然是无法在皇位竞争中 单独对抗李世民的 如果只是宇文颖的幕后推手 另有他人 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就是说这件事情完了以后 处罚了三个人 其中两个人是东宫的官员 这没有问题 东宫的官员处罚 还有一个是李世民的官员 天策府的官员 就是为什么要处罚 天策府的官员 就是杜燕 这是非常蹊跷的 因为杜燕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奸华的人 就是史料记载 就是说他当时是 本来他是想投靠李建成的 然后被房玄陵发现了 房玄陵就告诉当时立部 就是主管就是 等于是现在主管干部的这一个官员 就跟他说 不要让他去李建成了 然后跟太宗说 你要把他收回来 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李建成呢 就是因为杜燕这个人 诡计多端 杨文干事件平息后 李渊莫名其妙地下令 流放了李世民的重要谋是杜燕 临行前也许是为了弥补些什么 秦王李世民特意给了杜燕 一笔大大的赏赐 这笔赏赐是如此巨大 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对李世民的动机 产生怀疑 在《读言传》里寫道 太宗知其非罪 就是秦王知其非罪 在他流放的时候 送了他三百两黄金 三百两黄金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如果他不是立了特别大的功的话 唐太宗不会给他这么多的奖赏 等于是重赏了 从李世民受命出发 到他平定叛乱凯旋 这期间李渊的活动 在史料记载中基本是一片空白 明明已经答应了 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太子之位 待叛乱平息后 却又毫无缘由的出尔反尔 可以想见 正是在李世民出征后的这段时间里 有一些事情最终影响了李渊 使得这位任性真帅的皇帝 不得不改变初衷 我等乃受太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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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的真相 应该是在唐太秦王前去镇压的时候 那在这个任志宫 大家才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太子是冤枉 太子是送盔甲不甲 但是没有叛乱的问题 所以总体上是冤枉了 秦王府看起来是没什么事情 其实背后是都是他们古道的 杜燕一定是参与了这个事情 所以包括东宫的人上告 这可能都是杜燕背后在做导演 朕素以宽厚待人 然黄颜七上之徒 该不在此恋 只等可还记得刘文静虎 以后究竟有无旁人之事 不许是 不许是 你自己是 在这军压之前 我还记得 你自己去看 你去看 我希望你自己去看 你为何能不能赴 只能说 当时李渊发现了李世民的一些东西码机 就是李世民跟这个杨文弹案件 绝对有关联 关联在哪 就是李建成派出两个亲信 给自己的另外一个亲信送盔甲 这两个亲信为什么尊重告别 这是一个不可解释 很可能李世民在这个地方是插了手 如果杨文弹事件的幕后推手 真的来自秦王府 那么整起事件的所有疑问 似乎都有了合乎逻辑的警示 在得知太子给杨文弹私运甲州的消息后 身为秦王府谋事的杜烟 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将军救济的方案 先是由杜烟出面买通负责运送甲州的东宫将领 让他们告发太子谋反 然后还是由杜烟设法怂恿宇文也 又使杨文干起兵救主 在做完这一切幕后工作之后 李世民在以评判功臣的身份出现 杀掉有可能泄露天机的宇文影 最终得到父皇对自己太子之位的承诺 这个事情应该是秦王府发动的一些攻击 攻击性行为 其实就是希望把太子引向叛乱的这条路上去 太子在这里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被谁冤枉的 被李世民冤枉的 但是你虽然说被李世民冤枉的 可是真实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抓出来 从李渊的角度也很难抓出来 而且李世民带兵平定杨文干判断 这仍然是立了功的 所以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是各打五十大白 两个人的手下都有不对的地方 那李世民他手下的一个叫杜燕的人 也因此就遭到了扁持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堂书中 我们找不到关于杨文干事件的详细记载 有关这起事件的全部细节记载 都来源于宋代编写的新唐书 与资质通鉴 所有相关文字加起来只有一百多字 这个不大不小的细节 也恰如其分地折射出 杨文干事件最大的特点 乍看之下体正如山 细究之后却一斗重重 所以杨文干事件呢 我觉得总结起来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 斗争明朗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 这个突发事件是让李世民 最接近权力核心的一次 因为他爸爸都许诺他了 只要你把这事干漂亮了 我让你当太子 但是也就成了 这个后来对李世民 打击最大的一次 就是爸爸亲口取诺我 他也可以亲口收回 也就是说 想从爸爸这个角度来做突破口 直接把太子拿掉 可能是不行的 我想这件事 大概在很大程度上 也激发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 就是说依靠爸爸不行 如果真想拿到太子之位 或者皇帝之位的话 必须连爸爸一块拿掉 轰动一时的杨文干事件 最终在不了了之当中 画上了一个充满伏笔的省略号 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势力平衡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这个看似含糊的处理结果 却在无形中平息了一场 惊动全国的军事叛乱 李建成与李世民 这对兄弟间的处位之争 也在含糊之中被掩盖了下去 作为父亲的李渊 不能也不愿 对自己的两个嫡子 有什么严厉的惩罚 性情宽人荣重的他所能做的 只是赶走儿子身边 那些在他看来动机不纯的谋事 以此来作为一位父亲 对儿子的警示 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很重视感情 重视亲情 愿意把身边所有人都能安置好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实际上后来为什么一定会激发出选我们之变 我想跟自在他这儿 他愿意维护稳定 愿意维护这个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但与此同时 他内心可能又真的是觉得 李世民志功高难赏 他的儿子真的那么优秀 那么了不起 你说去打击他 于心何忍 打击谁 都是守心守备 你这样想来想去 最后缔造的 就是这两个人的冲突 越来越激化 此时的李渊绝不会想到 仅仅两年之后 他的儿子们将在玄武门之变中 用一种拔木凳口袋的方式了解一切 玄武门之变 就像一套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底牌 无论这张底牌倒下时 有多么的惊天动地 最初却都源自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 而这一开端的始作俑者 恰恰是这场危险游戏的最大失败者 李渊 作为一位年过花家的父亲 李渊一定不想看到 自己的两个儿子 为了他身家的那把龙椅而自相残杀 但他的儿子们 却未必能体会自己父亲的苦心 随着包座上的父皇越来越老 皇子们对权力的争夺与渴望 也愈言愈立 阴谋于刘絮 即将笼罩在这个帝国的上空 面对李世民发动的攻击 李建成会采取哪些手段进行反击 背负毒杀兄弟的罪名 李建成还能取得父皇的信任吗 史书中那个荒云无道的李建成 他的真实面部究竟是怎样 在下一集 我们将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太子 建成 以及他生命最后的72小时 和李建成